歡迎收看今天的年代五報 我是雙鳴岩 好 頭條新聞我們帶你來看到 在台南公園 竟然經見嬰兒的屍體 這是台南市警方 盛州寺接獲報案 有民眾在安南區 一處公園的沙石堆 看見一具女嬰屍體 警方進一步追查 發現是一名翁姓女子 在深夜的時候 把剛剛出生的孩子 就遺棄在住家附近的公園 警方將和她同居的男友 舉提到案 依殺人罪嫌送辦 汪姓女子坦誠犯案 不過男友則聲稱 自己並不知情 公園人行步道 深夜四下無人 女子手中抱著東西 腳步十塊十幡不停張望 似乎在尋找合適地點 最後監視器再次拍到她時 快步離開現場 手中消失不見的東西 竟然是剛出生的女嬰 將青生骨肉狠心埋藏在 沙屎堆中 位於台南安南區住宅社區裡 這處公園八號有民眾報案 在沙屎堆中 赫然發現嬰兒頭顱 警方到場後 挖出了一具女嬰遺體 調閱監視器追查 發現這名31歲的翁姓女子 涉有重嫌 根據警方掌握 女嬰生母翁姓女子 就在這处公園附近租屋 跟同居男友從事工地 贏家勞力的工作 經濟狀況普通 面對警方詢問時 翁姓女子還說 男友不曉得她 產下女嬰 是她獨自報道公務員 埋在溜滑梯鵝卵石底下 行徑令人髮指 附近的居民聽聞 感到不可思議 警方偵訊後 將翁姓女子及同居男友 兩人移送法辦 男友3萬交保 翁姓女子則是2萬交保 限制住居 為了理清女嬰死因 跟死亡時間 警方也將在春假過後 會同法醫進行解剖 接著楊華談談報導